当媳妇和妈妈同时掉下来 你会选择这吗 而这个男人之所以会面临这样选择 还要从几分钟前说起 男人的姐姐是个黄花老闺女 年轻四十还没有嫁出去 好不容易找到的对象 她的母亲却嫌弃对方离婚带孩子 不仅去离婚男的工作单位闹 还坚决让女儿小芳和男人分手 眼看母亲坚决不同意两人的事 小芳就准备父亲那边入手 谁知刚到小区门口 就和母亲撞了个满怀 两国人马正愣过后 就开始了上演现实版的猫捉老鼠 众人一看赶紧跟在后面 一群人就这样来到了天台 小芳为了让母亲妥协 冲到天台边缘说要跳楼 母亲也不甘示弱 直接站到了箱子上 谁知脚下一滑 不仅自己掉了下去 还把刚进门的儿媳妇拽了下来 好在她的儿子足够聪明 招呼姐姐找来一根钢管 眼看两人就要被拉上来 感谢观看